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本场比赛这样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球员是缺震了首发阵容 那么海港这边更是缺少了四位主力球员 像阿纳托维奇是因为大腿的一个拉伤 另外还有三位的这个国脚级的球员是上吊了国家队 梁文老师怎么来看双方这样的一个首发阵容和主力的缺震呢 从大连人这个角度来看呢 其实这个伤病情况从赛季之初就开始伴随着他们 因为这是球队的准备期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充分 加上主教练其实都是进了赛区以后才跟球队会合的 而上海上岗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呢 国家队争调的三名主力加上阿纳托维奇本身 在之前一轮比赛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伤情 那么可能这个伤情都不是说特别的意外 不过即便如此 我觉得以海港现在目前的这个情况 就这一套人马 他们纸面实力应该还是在目前这只大脸人之上 这个是一定的 整个球队的这种球员的经验啊 比赛的这种能力上来看 海港队确实要占据上风 但是大脸人上一场就刚击败了这个金门虎 所以整个这个势头啊 现在正是一个上升的一个势头 另外赵虚日不能出战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郑龙也首发了 他球队当中肯定还是有名老将 在球队当中关键的时刻 他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这种角色 我是觉得海港今天这个首发阵容啊 因为前几场比赛海港队基本上 这个莱克他基本沿用一套这种阵容跟打法 所以球队这种轮换的幅度也不是特别大 基本上他的战术也都被各支球队所针对 那这种情况今天我们看一看 就是被动当中的这种人员调整 包括战术阵型打法上面的一些变化 能不能给上给这个海港队带来一些进攻 或者防守上面一些新意 这个是我们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去检验的 就是在缺少几名主力的情况下 你被动的这种轮换能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这个也是我想也是球迷很期待 因为海港队毕竟这个赛季 大家认为他的整体实力是中超赛场最强的 球队之一 对 我们也期待着 我们可以看到莱克其实在赛前采访的时候也说到 虽然说有这样的一些主力球员的缺证 但是呢也是给这个轮换上场的球员一个新的机会 看看能否来抓住这个机会 当然本场比赛我们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一个互动内容 首先呢是中超指挥官为各位球迷提供了点评的新天地 欢迎大家去到社区当中 或者呢是在我们的观赛夜卡当中 找到置顶互动帖来发表您对于本场比赛的赛前期待 我们需要您的观点 其次呢是竞赛吧 大神我们会在赛前和赛中来出竞赛题 欢迎大家参与回答 如果您答对单题的话 将能够获得QB专属道具和专属优惠券 如果您全部题都能答对 将能够在赛后评分现金大奖 边看比赛边拿红包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是一个实时积分榜的情况 从目前的积分情况来看呢 因为广州赛区第五轮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今天进入到这个苏州赛区 那么海港呢 目前在这个赛区里面是排在第一的一个位置 申华跟他们同分 有意思的是还有一支球队跟他们同分的是河北队 这可能在五轮比赛开始之前 本三季之前并不是一支被人民特别看好的球队 但是他们现在呢 居然是同样以八分在这个赛区 是排在这个并列的一个积分的一个位置 那国安呢 在两连胜之后 是排在第四长春 也是排在第五位 同样是六分 而且这支球队已经连续三场提出0比0了 那大连人在这场比赛当中之前呢 他们是排在这个赛区积分榜的第六位 有三分的积分 因为刚刚结束了三连败 击败了金门虎 目前不胜的武汉和天津 是排在最后的两位 是的 那我们先来聊聊客队大连人 大连人现在是一胜三负的战绩 在上一轮刚刚迎来了自己赛季的首胜 我们首先来通过一个前瞻短片 一起来看看大连人在本场赛前的准备情况 在收获本赛季中超联赛的第一场胜利后 本轮大连队将挑战强敌上海海港队 在上轮比赛中 大连人队依靠着定位球战术收获进球 本赛季的前四场比赛 大连人在两方面展现了自己的能力 一是防守整体性 二是定位球战术 面对实力更强的对手 双方在定位球攻防上的较量 或许是本场比赛最大的看点 肯定定位球是对强队来说的一种必须的武器 但也会让他们觉得 对我们并不是一场很轻松的比赛 但上港在定位球进攻防守方面也非常的强势 上个赛季 我作为教练跟上港交战的两场比赛中 有一场我们通过定位球取得了领先 但他们也同样通过一个角球来追平了比分 然后另外一场比赛也是通过一个角球 他们得了分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会做更加充分的准备 上一场比赛决定胜局的是球队的中后卫丹尼尔森 他目前也是球队阵中的射手王 已经收获两力进球的他 在这场定位球之争中 应该还会有一席之地 面对缺少后防核心人物的海港队 大连人队是否能够抓住对手的劣势 展现自己的优势 以战变支 腾群体育记者苏州报道 那目前我们看到大连人在四轮过后 只打进了两球 这两球也都是由中卫丹尼尔森来打进的 那我们看到何赛其实也说到了 球队这个门前把握机会能力是较差 梁阳老师怎么来看 这个队里面俩球都是中卫打进的呢 这个确实也是客观的实力的一个反应 因为目前呢 大连人在这个赛季遇到了一个空前的一个困难 我们在这就可以不用分析原因了 我们就看他的现象 那么拉尔森 伯阿腾 贾尼松这三个外员 全都没有办法回到这个中超的比赛里面 同时呢 哈姆西克 隆东这些人都已经离开了球队 那么现在大连人的封线 主力封线就是一个单前锋 善欢欢 林良明的 可能位置稍微靠前 那么靠这么几点 另外隆东这几名球员扮演的一个重要的 这个进攻守的这样的角色 但是现在整个球队 包括俱乐部的这个整个 大连人队 在上一轮海港队与升班马长春亚太的比赛当中 谁也没想到双方熬战90分钟 最终只收获了一场平局 而这场平局让海港队错失了在积分榜上 建立优势的机会 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球队如果我们的排名还想往前面靠一靠的话 我觉得每一个积分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对于明天来说我们肯定是以胜利为目的 待着三分然后回到上海休息 相比起前四轮海港队此一变化不小 首先是阵容上面的调整 由于三名果角已经在踢完同长春亚太的比赛后 离开赛区返回上海 因此海港队至少要对前四轮首发阵容当中做出三处调整 我们有三名重要的国外队的球员 那么这场比赛打不了 两名后位 一名门将 其他的队员也是之前经历了三到四个月非常好的一个准备期 对他们来说那么机会也是到来了 那么也是对他们来说能够去展现自己的实力 然后去证明在球队有自己的这个一席之地的这样一个机会 明天的比赛那么很重要的是我们球队能够踢的团队 踢出自己的整体 阿脑托维奇在上一轮联赛当中拉伤 缺席了赛前的备差训练课 基本上无缘和大林人的这场比赛 而海港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做出被动的调整 对于球队来说也并不一定是坏事 由于中超前四轮之后排名第一的山东泰山队被新政队2比2逼平 因此海港队只要能够战胜以年轻球员为主 只有单外援的大林人就能够成为联赛领头羊 腾讯体育记者苏州报道 当然我们也看到其实无论是强队还是弱队都不能小觑对手 上海港在上一轮当中跟长春亚太就是0比0 被对手逼平或者是握手言和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么首先我们来通过上轮的几锦一起来回顾一下海港在那场比赛的表现 事实上海港在这场比赛里面还是拥有更多的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射门的次数是19比14 不过摄政的次数海港跟长春其实是一样的 长春打得非常有效率 其实他们外援三差几能力是非常强的 同时在陈阳带领的球队里面他们的防守组织不得不说是非常的厉害 他已经200多分钟被失球了 他这个中位就是倒沟奥克雷他表现太好了 像一堵墙一样把阿脑托维奇 里卡多洛佩斯顶在自己的这种球门之外 对 要知道即便算上这一场0比0 海港现在也是目前中超16支球队当中进球最多的球队 但是长春生生的就把这个比赛就守成了一个0比0 当然他进这个球 他进了10个球 他第一场打金门虎就进了6个 但是最近两轮比赛他应该是没有得分 所以我是觉得球队可能现在阵型打法各支球队对他的针对性非常强 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被动的调整未必见得就是一件坏事 但是球队的实力整体怎么去组合 这个需要主教练莱克要动一些脑筋了 对 其实分析海港现在打进这10个球 金门虎那6个球我觉得不是一个特别常规的一个现象 参考价值不大 不过打进国安这三个球里面 前两个里卡多洛佩斯打进那两个 其实也是国安自己犯了巨大的错误 自乱阵脚 那么奥斯卡的4个助攻全部都来自6比1胜金门虎的那场比赛 所以就是343这个阵型在这个体系里面 上岗其实并不能说前四轮就发挥的非常出色 他这个体系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时间来完善 另外他的343可能跟这个佩雷拉在的时候 可能还不大一样 还不那一样 另外我是觉得其实球队主要的进攻力量 进攻核心还是奥斯卡 对 奥斯卡现在刚才悠悠也谈到了 来了中超打了100场的比赛 这名球员确实在中超表现 我觉得中场里面他应该是顶级当中的顶级球员 从这个刚开始来到中超 从这个当时我记得还停赛了 对吧 有一场比赛 应该是跟广州城 现在广州城比赛 然后停赛到现在的 他对这个中超联赛的了解认知 包括他对比赛的认真投入 确实是现在承担起了上海海港队进攻防守的 真正的一个核心 也是一个现在中超赛场的一个榜样级的球员 对 非常关键的一位球员和新球员 当然其实我们看到海港本场比赛的被动轮换 那么其中轮换五人当中三人都是本赛季的一个首秀的表现 特别是门将是U23球员陈薇 梁老师会不会觉得这个在防线和门将这样的位置上 对于一些这个首秀球员压力是很大的呢 陈薇呢 其实在上个赛季的后半段 其实就是进入淘汰赛之后 陈薇也守过很多场 应该说已经加贵了 还有亚冠 还有亚冠啊 具备了一定的一个中超的经验 并且表现的还相当不错 那么魏镇贺冠其实一直都是在打主力的 那么另外后方先生 于海的调整 我觉得这都可能算不上调整 虽然这个赛季他打的比较少 但是呢 我想从这个他的经验来说 这是一个没有问题的一个上场的一个位置 对吧 另外中场我觉得还是变化其实挺大的 杨世元 杨世元能力这个还是 就是在阿波拉罕没有横空出世之前 杨世元一直是球队防守 中场防守的一个核心 对 另外再有几名年轻球员 我们看到这个李深元啊 李深元 对吧 还有傅欢 这个回到这个首发阵容当中 我觉得可能还是 还是有一些 有一些多多少少会 有点意外啊 有点意外 我感觉啊 感觉还是有点意外 所以这个比赛我是觉得 变化幅度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所以说这个比赛当中的悬念 还是非常的多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前方腾讯体育记者 唐一荣 看看他给我们带来前方 什么样的一些关键消息 唐唐你好 好的 主持人 那么今天晚上呢 上海海港队和大连人的比赛呢 马上就要打响啊 我们也是又来到了苏州市体育中心 虽然说前两天呢 苏州市连续这个下暴雨啊 但是我们今天 在来到这个球场的时候呢 也看到整个苏州体育中心的 这个胜手系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啊 草皮呢也没有出现积水以及湿滑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也是因为下雨的一个原因呢 这个气温也降下来了 整个气温呢是维持在20度左右 非常适合今天比赛的一个进行 我们再来看今天现场的一个球迷 事实上呢 这场比赛呢 也是大连人今年联赛开赛至今呢 第一场向球迷开放的比赛 但因为这两天呢 出现了这个疫情的一个情况啊 大连这个防疫中心呢 也是发布了消息啊 因为正在对于这个安徽的感染者 进行在大连的行动轨迹的一个排查 目前呢 这个排查工作还没有结束 所以说呢 也通知到大连人俱乐部这边呢 取消了这一次球迷的一个远征活动 但除了这个球迷组织的这个球迷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这个球迷是购买散客票 来进入球场观看这场比赛的 所以呢 在赛前我们也了解到防疫组的工作人员呢 也正在筛选这个 从外地前往苏州的这个球迷 那么筛选这些球迷呢 也是希望他们今天呢 没有在现场来观看这场比赛 另外呢 我们再回到今天这场比赛的一个首发阵容 其实我们都知道上海港队这边呢 三民国脚现在已经是去到了 这个国家队在备战40强赛的比赛了 莱克呢 对于这场比赛呢 也是做了一些被动性的调整 我们看到今天整个首发阵容呢 做出了相较上场呢 有五名人员的一个调整 那么文匠呢 是选择了U23小将陈温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啊 在这个中位的位置上呢 于海呢 是担任中位 而编译位的位置呢 则是小将李深原来担任 今天杨世元呢 是重新回到了首发阵容啊 站在后腰的一个位置上 包括我们看到封线上呢 也是由李深龙搭档着 洛佩斯来出战这场比赛 而今天这场比赛呢 也是上海海港队这边 奥斯卡呢 白场比赛 刚刚我们在连线之前呢 俱乐部也是在这里呢 给他进行了一个 白场的纪念仪式啊 莱克给奥斯卡 也是送上了一百场的球衣 今天奥斯卡的表现呢 是值得期待的 另外呢 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就是 海港队这边 阿朗托维奇的一个情况 那么阿朗托维奇呢 虽然说在上场比赛呢 受伤了之后呢 最近几天呢 一直在身体恢复 不过呢 也是在今天呢 阿朗托维奇已经离开了 苏州赛区 因为他在明天早上呢 将乘坐飞机返回到欧洲和 奥地义国家队来会合 备战之后的欧洲杯的比赛 而在对手大连人这一边呢 其实我们都看到 虽然说上海海港队这边 人员不算太齐整 但是呢 其实球队的整体实力还是在的 所以大连人这边呢 其实战事思路也是非常的明确 我们今天先看到 首发阵容这边呢 同类是重新回到了 首发阵容当中 另外呢 赵旭日也是因为受伤的一个原因呢 在上轮比赛结束之后呢 离开了苏州赛区 今天呢 这场比赛呢 和赛希望队员们 能够在立足于防守的一个基础上呢 去依靠这个定位球的一个战术呢 去取得进球 取得得分 所以在前两天的这个训练当中呢 其实大连人呢 也是重点地演练了定位球 这场比赛呢 是休赛期前的最后一场比赛 无论是海港队还是大连人队呢 都是希望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 带着好的心情 回到自己的家里来迎接之后 短暂的一个假期 所以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 我们也希望两队的队员 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发挥 为今天所有到场的球迷 奉献上一场精彩的比赛 好的主持人 我们这边的情况呢 暂时是这样 我们先把时间呢 交回到演播室当中 好 感谢唐唐 那么这样一个前方情况 我们了解到之后呢 接下来临近比赛了 赶紧来出竞猜题 看看今天的前两道竞猜题 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第一道题呢 是来预测一下 本场比赛的进球总数啊 这有四个选项 来各位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以及对于本场比赛 双方的一个了解程度 其次呢 是预测本场比赛的赛果 你觉得是哪方赢呢 或者是平局收场呢 欢迎各位参与到 我们的竞猜题的互动当中来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前往苏州市体育中心 来观看上海海港 对阵大连人的比赛 好 腾讯体育的各位球迷 大家傍晚好 欢迎收看我们为大家直播的2021赛季 中超联赛第五轮 这是在苏州赛区 苏州市体育中心进行的一场比赛 我们也看到海港的球迷在赛前 看台上打出了巨型的踢幅 奥斯卡一百场 这个确实是海港这支球队的核心 毫无疑问的这五年来 奥斯卡也征服了上海海港的球迷的心 他也是这支球队的球迷当中 最亮的那颗心 今天呢 和我一起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 解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我们的前国脚 著名评论员徐阳徐指导 徐指导你好 魏老师好 大家晚上好 刚才也有一个首发阵容 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刚一开始我看到的是 这个傅欢出现在这个主力当中 但是从现在实际情况了解来看 傅欢好像已经回到了上海 其实我们也期待着这样降向盒的出现 对吧 我当时还觉得挺奇怪 我是傅欢今天后来一看 最后是纠正过来 应该是李胜龙 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 好 接下来是奏唱国歌仪式 都休息了 烧恢恢恢备过的 于 yell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海海港的主帅是克罗地亚人伊万·莱克 其实莱克在来到中国的中超联赛之前 在比利时联赛有过非常辉煌的战绩 率领着布鲁日两多联赛冠军 率领安特卫普还在上一个赛季 拿下了比利时国内的杯赛的冠军 所以海港请来 这位好像名气并不大的教练 但是我想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选择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 大连人在这场比赛首发这种情况 守门员是张冲后方线上丹尼尔森 贾延峰 善鹏飞 同类 我们一会儿可以来看看孙国文的位置 他应该还是出现在边路的一个位置 我们看看大连人会不会在阵型上 跟前提场有所不同 官方给出的阵容还是一个四后卫的阵容 善鹏飞出现在左后卫的位置上 而孙国文达到了左前卫 是一个四二三腰的一个站位 正龙在官方阵容里出现在前腰 上欢欢还是一个单箭头 林良明会出现在右路 一会儿我们得根据比赛实际的站位来看一下 浙江的主裁判刑旗来执法这场比赛 担任士兵助理裁判的是来自山东的戴一哥 这是上海海港在这场比赛当中的首发阵容 守卫员换成了一二三小将 陈薇后方线上贺冠卫镇与海 右边是李申源 这个阵型我觉得同样得在比赛里看一看 对吧 他到底是四后卫还是三后卫 他其实都可以摆 对吧 那么沐一阳世元会出现在中场的中路 奥斯卡和李卡多·洛佩斯 这会不会还是原来出现在他们各自熟悉的位置上 而把李胜龙秉到中锋的位置上 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个不是核赛 边上那个才是核赛 来哥没错 因为现在来看 因为李文君前几场比赛一直打的边一位 所以李文君他是很有可能出现在这个左边 李申源在右边 约海是打三中位之一 估计可能还会延续一个三四三的 对对对 沈欢欢 李胜龙今天呢 在阿纳托维奇受伤无法上场的情况下 李胜龙可能要承担起风险的重任 站位还是很明显的啊 杨学员会拖在靠后一点的位置来负责扫荡和防守 穿着红色比赛服的就是上海海港队 而达连人今天穿的是一身白色的比赛服 很明显的一个三后背的一个站位位阵还是居中 在左边的就是顶替李昂这个位置的是鱼海 对 在右边的还是贺冠 其实本来会有一点担心一个李昂一个就是李昂在这场比赛当中 因为已经出发队了没法出战 他在左路的这个出球的问题 呃可能是赛前人们呃会会有所思考的 但是鱼海那么这一名极有经验的老国脚啊 应该是没有问题 对 现在就是关键就是鱼海呃他这个经验没有问题 但是他这个比赛没打呀 嗯 另外像李深元杨世元这些学员他都有经验 但是这个比赛的节奏能不能跟得上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海港来说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李正龙果然是打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那其实呢上个赛上一次啊 呃海港跟大连人在联赛当中交手呢 还是在2019赛 因为2020年的两队没有碰上 李胜龙在主客两回合对大连人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 可能多多少少也会给他增添一点自信 罗贝斯的过渡 李深元 李文君 海港这个战术如果李文君还有李深元同时呃来到中前场的话 对大连队的防线其实压力还是非常大对 你看奥斯卡跟穆依他这个战位是一个他是一个倒三角的这种战位 奥斯卡的这个阵型里会非常的灵活你说他是433先看这个 跟随便张冲呢有一个碰撞这个球呢还是飞向了球门李胜龙的投球 他这个感觉还是不错 其实李深元一直在点的判断还是可以 这奥斯卡他非常习惯在这个区域就是大金居角这个区域 对 往斜线有这种角度啊这种传球那这样的话也是越过了大连队两个中后卫的防守直接打到边路这个点 所以奥斯卡他的活动区域基本上还是在中中前场的这个左路 左路的这种类部他习惯在这个区域拿球就是大连队的防守正好是在这个边后卫边前卫之间 嗯这个区域 上个边前 看一看 机会啦 打门 这球打偏了是正龙 我还记得正龙当年代表应该是恒大打这个这个这个市局杯比赛的时候当时打进那个球 哎这个球没兜住啊打的一脚背正龙应该这个脚法应该是可以的 他右脚一扣左脚一拨其实前面连队的节奏非常好对吧 他就是最后没兜住 他今天确实是他是出现在前要的位置上 嗯 但是现在就是两支球队这种战术阵型啊其实还是有相互啊 呃相互怎么说就是比较克制的的克制的一点 因为大连队啊在中前场他这个战位大连队中前场这种战位 他正好是杨世元身边这两个区域他是有有空间的对他是可以做文章的 从现在看杨世元是一个单防守对后腰啊木医会在进攻里参与的比较多 而且杨世元身后只有三个中位 有机会啊最后支撑脚还是没有站住 合赛 如果奥斯卡跟这个木医也能及时回撤的话那对杨世元可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一个帮助 但如果这两个人都投入到进攻当中不能回防的话杨世元压力会非常大 对 林良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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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类部球宋的还是有威胁啊 但是位阵现在在这个脱禾中位的位置上的补位 他这个赛季进步还幅度非常大 对 他交给木一来组织 木一在上海得比的那场比赛当中呢 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 你看他中场是一个倒三角这样的站位 其实那这种站位的话就要求上岗 海港队在进攻当中 你必须要发挥出奥斯卡 还有木一的这种进攻能力 对啊压制住这个大连人的这种防守 否则的话一旦大连人有反击的机会的话 其实中后场还是非常薄弱 达里克这场比赛呢 因为有陈薇作为123首发 所以中场他的位置呢是被杨树文取代 围阵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孙国文的位置还是比较靠前 这下也有威胁 孙国文都回来之后 这个球其实传的还是点挺好的 但是于海 抢在林良明的头上 把这球给解围了 于海的身高确实够 这点没打上再打 这定位球还真是有威胁 大连人队 巫伟这个球最后好像也是 没有最后打正部位啊 看前点都没有顶到 还是支撑脚的问题 还是脚球 投球 又是被林良明抢到了这个点 其实林良明队抓点也确实还是不错啊 开场之后的大连人的威胁又更大一些 对 除了是反击还是定位球 当然这也是相对来说 实力比较弱的球队击败强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你要抓住这种对手仅有的漏洞进行打击对吧 对大连人确实是前场起源小将有速度 对海港来说是你这种打法的话 你的进攻一定要争取能压制住大连人的这种防守 那么同时在丢球之后就地的反抢 这个对海港来说非常关键 对 如果你一旦让海港 一旦让这个大连人把球抢断之后打反击的话 杨世元的两侧 也就是在中场的两侧 他的位置非常薄弱 那你同时如果于海啊 或者是贺冠在顶出来的话 那你位置的压力也非常大 对 另外今天右边路小将这个李申源 他毕竟比赛打的也少 所以他的位置感也很关键 刚才有一个镜头 就是海港这一次攻上来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后场倒出来并不容易 因为杨世元身边 不管是孙公文林亮明还是郑龙 好像对他都形成能局部的人入优 没错 就是中场现在来看 大连人还是有一定的人数优势 大连人顶出来 好的 郑龙 郑龙看看这一侧 孙公文 速度没降啊 速度没降 对 郑龙又套了一次 哎呀 中间这个船中的力量小了 是海港的挥防速度也非常快 大连人现在他因为采用这种半场的这种回收的防守 所以现在仅供投入的人数还不是特别多 这种情况下反击的质量可能也相对来说也会降低 对 鱼海上来了 吕文君 奥斯卡 鱼海上来了 奥斯卡投诉说这球是碰了对方的脚出的员线 大连人 大连人 小连人 大连人 小连人 大连人 小连人 大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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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连人 大连人 林郑 郑龙今天开场之后这个脚 wäre不错 中场 过这奥斯卡这一下 时间等得非常好 就贴到这个年龄 应该是非常有自信的一个时候 你在那个区域当同伴 不能给反击更多支持的时候 这时候要求 郑永远要把球控在脚下 不能轻易地失误 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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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呢 没有想到一起去 传到沐依身后了 大连人冲过中场这几下 真的是非常快 对 林良明在这里出门278米的地方 就起脚射门 这个倒也是可以 因为陈维奇一个赛者 也是第一次大赛 欺负欺负你 但是刚才大连人在中场 在后场向前场推进这个过程 几个人之间一脚的 这种小范围的传递 还真是挺有自信 而且开场之后 这是一分钟比赛 打了不止一次了这样的配合 正龙是非常的奋力的一个产球 把这球给断了 李正龙的回方加强 把球给断下来 沐依稍稍犹豫之下 这球立刻被大连人给刀走了 这就是年轻球员 他能跑能拼 向方这球没有互助 杨世元的防守的中超 那是成名已久了 但是从另一点来看 就是现在海港的进攻啊 打的速度有点偏慢 那么一奥斯卡拿球之后 现在前场传球的线路 同伴给出的这种跑位跟空间 都不是说 在奥斯卡能很舒服的 把这球传到脚下 就是其实整个队伍的都不是特别兴盛 奥斯卡 这球打在单击尔三身上 这是刚才正龙那次断球 我觉得这个球呢有打手 如果按照规则的规定 在球员主动处理球 然后打到自己手以后 这球是可以不判手 这距离手臂还是太近了 躲不开啊 十分钟比赛 大连人防守组织的还是不错 对 三条线的阵情很紧密 而且右手转弓的过程 它是有办法的 它不是说盲目的大脚 还是通过中场的那种一脚传递 很快速的通过上岗前卫线的防守 所以杨世元中卫压力还是比较大 开开 机会来了 两个人跑位太通牒 这是李森源完成了一脚打门 这个球李森源真是没约位 他没有约位 动失效 Guild 李森源走 攻击 喜欢 让驳 努依系了空间 哎 这个空间两个人在跑 但是李胜龙是跃位的 我现在来看 从这个脚角度来看 应该是同磊拖在了最后 嗯 公元朝一场比赛因为黄胖红盘的停赛 机会啊 这个张冲立功了 张冲是在门前单对单的情况下反应非常迅速 再来 贺冠这个球就是他是 就低下没有顶好是连停带顶是吧 对 就没打上劲 这球砸胸口上了是吧 根本就不知道这球是怎么落下来 但是这脚其实冲脚还挺快 对 但是距离这个张冲还是太近了 张冲出击这一下封堵的非常及时 至少这十来分钟啊就李神元处理球还都合理 还可以是吧 因为球队主要还是以进攻为主 还是以进攻为主 但是现在最有威胁的进攻 其实刚刚恰恰是在这个两条线之间 路易向前渗透那一下李神元的插上 对 这个就是你前场能控制球的话 两个边异位就敢于来到对方的进去之内 你看海港这个阵性 前面六个人差不多一直排开 一直排开 但是你一直排开的话 就是你要在这个大连人啊 两条线之间要有一个持球人 嗯 那这样这个六个人的话 你如果一旦有一个人拿球的话 那另外五个人马上就能转身 面对进攻方向 对 就是现在你要突破 首先要是在这个大连人中场那道防线之前 你要把这个中场打透 好 这一下被过去了 突然打到身后 最后这一脚 脚尖一捅啊 捅大了一点点 上弯弯没有办法拿到了 就是铜蕾 他这两步是真快 嗯 但是这个突破这一下之后呢 在处理球这个环节就是还要加强 嗯 铜蕾的能力在上赛季已经得到比较大范围的认可了 嗯 但是他就是在一些细节方面的处理 对 觉得还要再再加强 如果这个球传好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单刀球 嗯 另外看大连人这些球员的采访是吧 这同理说想去五大联赛踢球 呵呵 你得有好的表现 对吧 你要把每一次处理球做得更加合理 啊 现在今天考验来了 这边吕文君沐依奥斯卡 能不能守得住 嗯 突然打起来 投球攻击 没问题 球进了 这是吕文君的点 吕文君的进球 是来自15号李申源的助攻 两个边异位之间的配合 还是边路刚才防守啊 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种球的话 在边路 呃 如果能轻易传出来 我们看啊 李申源前叉 这是 哇 这个球传的传的突然 非常好 传的非常好 啊 越过终点 找到后点 吕文贞呢 是从 你看 同磊的位置这个时候已经 对 已经失去位置了 同磊这时候光在看球 没有看到吕文君的 对 啊 而吕文君非常擅长 从后背的盲侧跑过去 其实上一场比赛打亚太 吕文君有两次门前投球的机会 一次顶在衡量 一次是被这个门架石教天扑出 吕文君的 吕文君呢 在中超本赛季的进球数也达到三个了 要知道他上一个球怎么进的呢 上一个球他是攻破国安的球门 给他助攻的是谁呢 是王生超 对吧 这位王生超没在 但打同一个位置的 呃 李申源也用同样的方式助攻吕文君 这就是呃 莱科一万莱科给上岗灌输的这个战术 除了中锋下分 还有两个边一位 但是大连人 你如果说你在收回到后场这种深度防守 让对方这么轻易的传中的话 那中路的话就非常危险 这种球的话 因为对方是吃这种阵地进攻 把你的防线打破 不像是这种反击 又来了李申君 没位置 就现在中烧前五轮比赛 呃 都基本都甩过了 就对球员这种 我个人防守的这种战术 嗯 还有小组这种战术 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一些 诶 这个两个配合差点出毛病啊 这也是比赛打的少 对对 就贺冠认为陈薇这个球应该就出来拿了 陈薇还等着贺冠解围呢 就是个人防守的一些战术 我觉得可能还要还要再继续提训 因为这个是可以提升的 就要个人能力 无论你的技术 还是你的防守技术 刚才这次防守 就很多情况下 我们的球员 是在这个防守的区域 但是并没有起到防守的作用 对持球人的干扰 对持球人的限制 对持球人这种侵略性的防守 我觉得做的还是不够 你让对手很轻易的能在中 自己的防守三区把球传出来 嗯 在边线这个位置上 那其实同伴的防守压力是非常大的 对 你没有起到一个防守 防守者的这个一个责任 虽然你在这个位置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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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脸 刚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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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交给门将 你在这个区域的话 如果丢球的话 这谁都管不住 谁都防不住 对呀 这是属于一个位置上的一个 你的一个职责了 搞厉害多罗贝斯 拿球可以直接面对进攻方向 左边还是右边 速度下来了 亚实员 贺冠 牟一 好球 牟一不停球 直接往前一捅 李生元还是提出自信了 这很重要 其实刚刚开场 那角射门 虽然没有打进 但是对他的自信来说 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帮助 牟一敲过来 那又是传出来了 为阵的一个犯规 此前呢 在中超的八次交手当中呢 上海海港是四胜三平一负 对大连人进了21个球 只丢了八个球 这应该是一个压倒性的优势 牟一达 大连队重回中超以后啊 跟海港那张超的交手 输的太多了 z的太多了 确实他们这个实力 不是一时半会 能够缓上来的 曾经有过这个八个球的大败 所以才有这个21个丢球的这么一个记录 请敏爱 白岗进了一个球以后呢也是 贴的虽然是心态稳定了 但是速度还是不够快 杨树文的拼墙非常有效 无一 刚才这个作为大连人队的前锋 善欢欢是吧 他是一个 哦 其实挺有前途的一个一个球员 他的这种身体啊 条件对脚下技术 但是刚才在处理球的这个环节上 先看看这个进攻啊 那利达多罗维斯克斯大准备 所有装驾驶的二拨二的一个配合 他空间太小了 非常好的一个反击气候 但是作为年轻圈来说 你这种球的话 不能轻易地失误我在中场 自己的一次反击机会 善欢欢我看采访说也谈到 我希望多提比赛 比赛给你机会了 能不能抓住机会 对 关键球的处理上 你这个时候来到球场上 这个时候不是你40岁也好 你20岁也好 都是一样 对吧 你能不能达到这种比赛的要求 所以对善欢欢来说 我觉得在这种关键的位置技术上 在中锋的这个背身的持球能力上 给同伴的这种侧应能力上 对 一定要提升上来 就这五轮中超 善欢欢都是首发打的 因为在这个位置上 确实外面都没回来 但是你在这五轮里面 得到了多少提高 应该是善欢欢 必须要怎么做的 因为按照目前得到的消息 等到六月底再开联赛的时候 可能像华藤之类的球员 你这个位置你都很难再拿到 就是说必须要珍惜现在每一次的出场机会 好球啊 这个是沐依的侧动 看看这一次右脚传统点也不错 女神员 别说这个传统的脚法还真是很到位 这样的比赛的话 下一场的话 对吧 主教练就敢用你啊 估计王神超这会在上海 看着转播 心想 主力位置还不一定有了 你看看 这个球手上可能是有个动作 但是我觉得 其实不吹的话也可以让比赛继续进行 是吧 因为这也是处于正常的一个 双方的一个肢体上的一个一个一个拼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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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海 这球赛番怎么改应该是给到一个脚球 这是 单峰飞啊 在放手李生元的时候 把球给铲出了底线 M1直接要完成一脚掉门 这个打得太突然了 有点像这个 排球里边二传手突然打一二次球 但是他其实挺关键的 他跟奥斯卡的这个分工啊 在中场还是比较明确 对 取了一个攻方的犯规 奥斯卡 基本上奥斯卡是负责球队的这个前场一些定位球脚球 包括有些时候的最后一传 是奥斯卡来关键 但是沐依呢 他是属于在中场 中前场的这样一个衔接者 而且需要他持球向前的时候他也可以 他也可以 他需要他传威胁球的时候他也能传出来 对 就是在因为沐依长时间在英超布莱顿效力就是在英超中下游球队里面像这样的全能中场人才特别多 就是每个单向技能都挺强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你看同伴在带球的时候一直在等同伴一直在等同伴 是吧 这应该是同伴在最后阶段同伴突然启动 他如果早一点能跟上同伴这个速度啊 一直在有这有这种助攻的意识的话 那可能这个球同伴他的位置会更好 对 突然传到一个身后球 下空飞在回退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投球解围呢还是比较及时身体能力其实挺好的 海港与海好像有点问题了 参观吹停了比赛 是撞了一下对 关键是没有准备关键是没有准备的 完全没有看到这后面的情况 我想想啊今天这比赛善鹏飞确实踢的挺艰难 他在左卫这个位置上本来就是为了防守里卡多罗贝斯 就没想到呢 不光是里卡多罗贝斯 还有李申源 还有沐依经常在他这一侧侧影 他现在有点顾次失比 其实这边的李申源比赛打的少 应该是大连人队要寻找的一个主要突破狗 但是没想到今天那中场的优势太明显 所以海港队 所以现在李申源也好 或者是呃吕文俊也好 经常能来到前锋线的这样一个位置 对 啊 五一六球给的太靠前了 贺国没在位置上 还有没有机会 正龙 与海正龙这两元老将 漂亮 哦 孙国文 这一招内切之后的打门呢 也不是不可以 也就是 就我觉得还可以再大胆一些 对 再向前再渗透几步 距离还是太远了 但是你看这个从这个沙欢欢跟这个呃 正龙两人背身拿球 是吧 处理球这个能力来看 这个看老队员的经验还是更丰富 确实很漂亮 背身拿球转身等同伴 脚后跟着就传球 然后边路 孙国文快速的套边 就是漂亮的动作 一定是合理的动作 好 机会机会在阵区里拿到球了 李生龙蹚了一步 这球脚球 单鹏飞 孙国文 可以再向前 就是进攻的侵略性 再强一点 你已经过掉一个人了 再向前压一步 其实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 选择和不同的选择 又是奥斯卡传出的威胁球 在溜码区里面呢 是署名员张冲把球给结尾了 孙国文 再一次打到这个 善鹏飞 防守的这个区域啊 今天善鹏飞是有点累 有点累 有点累 但是孙国文这边呢 也要 经常要回撤 来帮助一下同伴 而且其实两个人 无论孙国文善鹏飞 两个人其实都打过这个边后卫 对对吧 孙国文也打过 嗯 奥斯卡 弹尼尔三界尾出来 正龙 保证球不丢 底下被吕军勾下来了 奥斯卡 不仪 嗯 连接的稍微慢了一点 这球被挡住啊 但是杨水元那个防守 再一次立功了 他这脚要是不勾啊 这个 这次反击还真有威胁 正龙这个球 何赛得用啊 对啊 是吧 他这个球必须得用啊 他现在是前场最有威胁的球员 他开赛最初那两轮应该是受伤 对他这个经验 到他打球的这种合理性来看 他还真在大连人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这个位置 防守进攻啊 全能看到 就正龙这场有点 在没有赵徐日的情况下 有点又当爹又当马 你看刚才这个位置 杨世元他其实想向前接的 但是那个时候 这个战术纪律 让他还是回撤了半步 要保护这两个攻击型的前辈 客观这叫转移球呢 稍微短了一点点 不过驴君还是把球拿到了 好的奥斯卡一让 这边雷卡托洛贝斯 雷卡托洛贝斯 自己还是起脚打门 这个稍微有点勉强 但是吴伟啊 这个阶段也有点累了 吴伟 因为他在这个区域啊 他经常面对这个 奥斯卡 对啊 穆伊啊 雷卡托洛贝斯 你看他现在这种防守步伐 其实他本身 他移动频率就不是特别快 但几次防守下来之后 他这个点几个人轮番打击 确实有点累 这个赛季别说这些 各支球队的老将啊 还真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昨天进球的是 这个青岛队是刘健 刘健 对啊 最后一分钟 另外像重庆队的这个黄西洋 嗯 对 郑志 嗯 今天包括今天出战的这俞海 我们感叹这些老将 老当义壮的同时 其实也有一丝唏嘘 就是到现在了 他们三十四五岁的一个年龄 然后球队还得指望着他们 因为没有人 现在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至少没有人能超越他们 这个是可能让这个球迷啊 或者是看球的比较着急的一点 奥斯卡的机会 漂亮 吴伟这个位置已经跟不上 跟不上了 在谈这个位置 对 一百场给自己最好的礼物 一记世界波 奥斯卡的上岗白场 一记世界波 带来了自己2021赛季的首例进球 我刚才在看吴伟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有点站不住了 有点站不住 果不其然 39分钟 奥斯卡打进了上海海港的第二阶级 目前场上的比分是2比0 这个太刁了 这没办法 这张冲 真没办法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是奥斯卡一对一打吴伟的话 吴伟他只能是起到一个一个 站住站住那个位置 但是起不到一个决定性的一个防守破坏作用 那这个时候如果有同伴来帮助他一下 可能会更好一些 海港的进攻现在连续两场比赛 相对沉寂以后呢 这场的上半场已经打进了两个球 刚才如果崔明安跟吴伟保持一个更好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有一个有个衔接 你可以让奥斯卡横传 甚至是再让他向前渗透这一下 你别让他直接起脚 因为那个位置距离球门 也进入他的射程范围之内 这时候合赛的表情也开始严肃了 赛前的合赛也知道 这是一场肯定会非常困难的比赛 海港明摆的是本赛季的豪门球队 争贯热门 但是你开场那个阶段 你绞求机会啊 有机会你没把握住啊 好球 船就有点太着急了 达尼尔森上来了 这下孙国文全没有停住 这么净 看看 Com 杜严峰 杜丽尔森 杜丽尔森 沈鲁飞 他就在这个区域 中场这个内部区域 就是有点边前腰 对 就是让你 其实就是在这个中后位跟边后位 边前位跟后腰之间这个区域 让你非常难受 你四个人谁够着他 自己位置就丢了 他总是能选择一个最好拿球 最适合自己拿球的一个空间 我就站那儿 你们谁来盯我 你们要来盯我 你们自己那位置上出现空间 没错 那同伴就可以利用了 对 孙国文是补防到位了 但是这球呢落下来以后 确实有一个反弹 差一点数十五啊 这种传球的话就是吕文军 他一看到机区里边有三个点的包抄 嗯 那这个就就说明一个是呃 整个海港队进攻的已经完全压上了对 你把整个的阵型已经完全 而且三个人在机区里边三打四的这种情况 其实对防守权来说压力也非常大 嗯 你如果但凡有一个人位置出现了这个定人位置出现了一些漏洞的话都可能抓住机会 这球罚的直接转向球门里边啊 但是没有制造直接的威胁 整龙 又是杨树员的破坏 也是33岁的老将了 由于 presidents 老跟那邊的老战 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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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尼尔森对于球线的判断是相当的准确 现在等于是丹尼尔森加郑龙 带着一批年轻的球员在场上去比赛 你从这两名球员你看郑龙还有丹尼尔森 这两个人的触球合理性上来看对吧 对落点的判断 这个技术动作运用的这种熟练程度 这个明显还是不大一样 如果伯阿腾能在下一个阶段参赛的话 那么大连人三条线呢 至少还都有老将坐镇 我觉得可能实力还会有一个提升 第一阶段到目前为止 拿到这个分数何才是能接受的 突然立起来这种正面的投球还是解围出来了 好在奥斯卡还能拿到 利卡多罗贝斯 传过来穆一已经套到后边了 穆一 来回摆脱 这脚传中过来 这一下后点没了 好了 主赛办刑旗 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的结束哨 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 上海海港队以2比0领先大连人进球的 分别是吕文君和奥斯卡 带着这样的比分呢 海港可以比较惬意的回到休息室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大连人在接下来的比赛 就是下面上的比赛当中会毫无悬念 这支球队还是打出了一些特点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啊 大连人在中场的防守其实是构建起来了 但是就是这个343的阵型里面 边翼位拉开的这个宽度 首先这拉出了一个空间 然后贺冠作为右中卫已经进攻 参与到了进攻当中 这个时间呢 我们看啊 同磊的位置还是在这个吕文君身前 对吧 后防线都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最后一瞬间 同磊是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吕文君突然的前叉 当然整个这个进攻的这个配合啊 整个这个配合还是说 上岗队 这个海港队在中前场 他占据绝对的优势 所以在中场有这个沐一有奥斯卡控球的这个技术 我们再看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贺冠已经来到 对吧 三个中卫 两个中卫 于海跟贺冠 就是贺冠现在扮演的是边一位的角色 对 而这个李申源这个时候扮演的是一个边峰的角色 这个在边路 你如果没有形成这个边路 现在已经形成了以多打少的局面 对 这个时候李申源再去跑位的话 中场那名丁人的球员 其实已经出现了位置的错误 因为当时这个左边后卫 单鹏飞啊 他是顶在了这个中场 在边后卫这个区域 他并没有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 整体上来看 还是海港队啊 在前场中前场这种优势 太明显了 而这个大连人的防守虽然是人数比较多 但是在关键区域上 关键位置上 还是被对方形成了以多打少的这种优势 对 其实这个球也就是伊万莱科在入主海港之后 他重点打造的一种进攻体系啊 他通过三中卫的一个阵型的选择 让两个边翼位呢 充分的在进攻当中去创造空间 对 那么这种空间创造了之后 其实是充分的利用球场的宽度 让整个球队进攻呢 更多人参与变得更立体 对 就是他不是说很教条的这种三中卫体系 他不是说三中卫 你三个人就是在这个防守区域 你会站住了 前场交给这几名球员就可以了 交给边翼位 如果这个球李申源还在边翼位的话 而这个贺冠还在中后卫位位置上的话 这个球成功不了 对 他少一个人 他少一个人 那么这个足球比赛 我们就是要争取一个是比赛的宽度 场地的宽度 同时在宽度拉开的同时 你要争取以多打少 来这个拉伸大连队防守的这个距离 那在这种拉伸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大连人这年轻的球员 在防守当中确实是出现了 一个是盯人不紧 一个是位置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还有就是个人防守的战术上 我觉得可能也还要有提升的空间 对 是的 这个大连人的防守压力的确是非常的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欢迎各位球迷 双方的球迷在直播间 为自己的主队来加油助威了 我相信双方的主队也特别需要球迷的支持 那么上海海港这边呢 是上海海港势不可挡 大连人呢 是我就喜欢大连营 欢迎各位在直播间多多的发送弹幕啊 这样营造一种主场的氛围 说回到上半场比赛 其实刚才我看一眼这个控球率的数据啊 是一个七三开的数据 那么我们也看到其实海港现在已经是2比0暂时领先了 梁文老师觉得这个两球领先是否已经让比赛失去了悬念呢 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吧 因为这个大连人首先呢 他没有什么压力 这场球输对于他们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说 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接受啊 所以他会放开手脚去踢 那么这么一支年轻的队伍面对海港他放开手脚 那么就考验海港自己你的稳定性和你的韧劲了 下半场还有45分钟 我觉得呃发生什么都是有可能的 对另外一点就是大连人他不是没有机会 你看开场的时候他的机会甚至要更好一些 但是在把握机会能力上 这可能就是呃强队跟实力稍微弱的球队之间的这种差距 所以就是下半场他可能像魏老师刚才谈到 他可能会放得更开 反正我也2比0了对吧 我是年轻球员 我觉得这个比赛我也比分 包括场面我也能接受 那如果放开的话 那可能还是会有机会 还是会有机会 关键之间年轻球员在场上 我觉得他们要敢于承担更多的责任 对 呃丹尼尔森 郑龙 这个两个老将没有任何问题 或者中生代球员 这没有 但是其他一些球员 我觉得要更敢于承担比赛当中的责任 该拿球该处理球 或者是该得分的时候 真的是敢站出来 而且我们一直说呀 在足球场上2比0啊 是个挺微妙的比分 其实他特别容易使领先的一方啊 这个心态过于放松啊 看看海港的稳定性 可是不是能接受这个考验 好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上半场的一个技术统计的情况 从控球率的方面来说呢 确实就像悠悠刚才说的是一个 七三开的一个比例 海港占据了明显的优势 那么从射门的次数来说 8对6看上去差的不多 但是海港明显的是更有效率的一方 四次摄政打进了两个球 而大连人三次摄政颗粒无收 抢断方面呢 大连人倒是比较的积极 这个角球海港获得了七次之多 但是四次抢断 对海港这样的以空球为主的球队 显然还是太少了 对 太少了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摄门摄政比上 双方的距离也不是特别大 也期待一下这个下半场是不是会有一个比分的改写 当然了也欢迎各位关注到中超英雄的官方体育号 为自己喜爱的球员来投票 因为我们会推出在每一轮过后的这样的一个最佳阵容 一起来期待一下你喜欢的球员是否会出现到最佳阵容当中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是中超指挥官啊 看看各位这个大神球迷对于本场比赛的一个期待 每次看这个时候都有种阅读小论文的感觉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鼓励大家多写啊 这网友说说这个海港虽然调走了几位国教 但是外援核心中轴线都在 拿下比赛应该问题不大 有可能是大比分 来预测一下本场比赛 大连人呢 年轻人居多 外援不足应该很难招架 最后希望两队可以提出漂亮比赛 加油中国足球 这位球迷其实格局还是在一定高度上 而且这个比赛的预计也符合上半场的一些走势 对对 我觉得可能比较让包括这位球迷在内的 很多这个在在关心的中国足球的球迷 看到的一点比较欣慰的是 海港在出现了一些人员的变化之后 他轮换上来的球员 比如李申源 你比如杨世元 依然是角色球员 这充分说明 我们还是有不断涌现的人才 而且像海港这样的球队也确实是板凳厚度 确实足以令人羡慕 对 也期待更多的本土球员发挥出一个高光的表现 咱们看一条也是这个上半场 打入自己的这个进球的奥斯卡在100场比赛 说本场比赛是奥斯卡第一百场中超联赛 希望在他的带领之下呢 上海海港能够迎来一场胜利 为自己的白场比赛来增光天才 那提奥斯卡来 感谢你的祝福啊 也希望这个下半场海港有个更好的发挥 那最后呢 就是我们两道竞猜题了 来看一看竞猜题的这个问题 下半场的第一地进球 会来自于哪支球队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是就是很有很微妙 两位老师怎么来看 很微妙啊 很微妙 有可能是无尽球啊 有可能是无尽球啊 好 魏老师呢 魏老师怎么这个时候 怎么讲呢 我觉得以这个目前两队的实力和态势来看啊 海港其实也放松下来了 我觉得他们在前场 李卡多·洛贝斯可能也憋了两场球了 是不是 魏老师的意思是海港还先进这个球 我的意思是大连可能先进一个球 然后海港洛贝斯再进一个球 有可能是三比一 或者是三比二这样的比分 所以说这个也希望这个大连人这边能够有进球 对于这个大连人来说的话 就是在这个面对强队的时候 吸取更多的一个比赛经验 那么第四道题呢 是来预测一下下半场会有几张黄牌 我刚才看一下上半场是没有黄牌出现 所以各位可以根据上半场双方那个身体的 这个拼抢的激烈程度 来判断一下下半场的这个第四题 是什么样的一个答案 那么中场的内容就是这样了 接下来我们稍时休息 等待下半场比赛开始 这个应该是我老婆给我油的 应该是茶叶和那个面膜 你们看过那个网上直播吗 你现在像 不是我现在像 你知道这些面膜为什么都是好几种品种的吗 就是你们都没有经验是吧 这都是我老婆在家没事去看那种那个网上直播 然后她就会看到喜欢的就会买 买了结果家里很多很多 结果她最后就快过期了 她也用不掉 然后最后就变成我给打扫了 过期的然后就送到我这了 然后就让我来打扫吧 你看有很多的这种品种的吗 而且我家里比如说 我老婆现在流行的穿那种那个T恤吗 或者什么男朋友风那种T恤宽大的T恤吗 她买了可能穿一次两次 到最后都变成我的了 所以说我也不用买衣服的基本上 我在家里基本上就是负责主要负责打扫吧 基本上你看这些东西都是我 而且游戏东西可能我都没用过 然后我还在晚上问她怎么用 这两个我是用过的 这两个但估计不会很贵 这两个这两个我是用过的 贵的话她买过那个面膜好像有买过 100块钱一张呢 还是几百块钱一张呢 她跟我说她一般给我就是10块钱 或者二三十块钱左右的 然后你看这些基本上这两个我也用过 就是她剩下的因为我家那个冰箱里 各种款式的各样的 那当然了100块钱一张当然是个尺了 这个东西你说就贴就贴15分钟就100块钱 而且你具体我也不知道这东西具体好不好用 那这个我就没见过 你全英文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用 还有盒子的 你听里面还有盒子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用 我这个茶我这一瓶就算再贵 是几千块钱的茶 我也能喝一年 而且就一直喝 那这个东西就说100块钱就贴15分钟 那就有点但是我估计我这些没有怎么贵 我这家一起有没有100块钱 可能也就100块钱左右吧 茶叶就是这个茶叶是我自己的 这些茶都是我提前放好的 我老婆知道在哪 她就去拿就行了 你看到没有上面都是我写的字 我就告诉她哪一款哪一年的哪一款 其实最早我就觉得喝茶一个是对身体好嘛 然后也可以让一个人的心静下来 因为现在比如说外面就感觉很浮躁嘛 社会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说 我的女儿和儿子他们休息的时候 他们睡觉的时候 他们不需要我的时候 然后我一个人喝喝茶看看电视 你看我在家里平时就跟普通人其实也是一样的 而且我也会就会帮我老婆啦去买菜 会和人一样挤市场 你生活嘛生活是生活 你工作是工作 工作的可能是我们在电视眼前 人家会觉得我们是球员啦 在电视上就跟大家其实是一样的 家里可能是给老婆去打扫这些 他用不掉了快过期的东西 人家是每天老婆叫我去刷碗啦 也是会去买菜啦 也是会去接送我的孩子 其实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觉得工作是一部分 但是最终你还要回归生活 足球我不可能踢到60岁 但是我会要对我的家庭负责到一辈子嘛 爸爸是不是睡着了 你觉得我今天这身怎么样啊 挺好看的 戴长腿的 多美啊 但是我感觉我这屁股吧 就不是特别翘 这种翘臀 多好看 卡到山是吗 那我们练成就怎么样 走吧 走 做第一个动作吧 随时把你的腿分开 一胯同宽或一肩同宽 如果你肩比较宽的话可以再开一点 瘦我肩宽 然后膝蓋往外打开 好 起初保持直立 双手合十 虚宽往下蹲 然后感受到你的脚尖下来 然后把你的脚尖往上 对 有没有感觉很酸 有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就不用踮脚了 就直接往上 往上的话 臀部收紧 就是要感受到你的臀部在发力 知道吗 你在瑜伽店上吗 好 跪着 因为是这块 踢这块的那个臀部嘛 所以说我们要斜着放 好 趴好 腹部收紧 对 好 侧台腿 腹部收紧 侧台腿 我们给人家臀部很酸 1 好 1 2 对 好 做好之后 做右腿 就斜着 换一个方向 对 OK 在趴好 好 往上 1 对 腹部收紧 2 还好吗 还 还行 看我的表情 其实还好 那我们继续 很简单 还有啊 还有啊 这个时候把你的阻力带放在你的 就刚刚先洗天的位置 好 谢谢腾讯体育的各位球迷朋友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为大家直播的 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五轮 这是上海海港对阵大连人队的比赛 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上海海港是带着两个球的领先优势 开始下半场的比赛 奥斯卡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 打进了他个人代表海港第100场中超当中的 新赛季的首例进球 这对他来说是里程碑式的 纪念意义的进球 大连人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 其实也没必要有包袱 但是我相信这些年轻的球员 还是会尽情的来释放自己 李生龙抢得非常积极 丹尼尔森的护球导致李生龙犯规 这就是正龙的反击当中 打到于海单对单的情况下 两人追击里面是判了于海的一个犯规 看看大连人这个定位球啊 能不能抓住机会 看来这个球啊 打的抛物线太高了 球速慢 这对防守队员来说的站位就比较方便 有打手 但是裁判员适宜继续进行比赛 这个球丹尼尔森 如果横传会更好 但他想是一个小斜挥传 阳尔森解围出来还是接外球 下面掌双方的都没有做出人员调整 大连人传起来 进出外 无尾 为左脚直接的打了一脚 这球打高了 两队之前有交手的记录还是在一九赛季当时上岗是双杀 两队之前有交手的记录还是在一九赛季当时上岗是双杀 就压了大连人 主场三比零合场二比一的一个比分 2 12 52 多一 五 ativo 都在奥斯卡 2 candidates 逓大连人 大连人 大连人 奥斯卡 突然大身后 这是里卡多罗贝斯 胸目停下来 一脚冲射有危险 布朗斯卡在拿球之前 他已经观察到了 同伴的跑位 大连人的这种战备 伴阵 直接达到现场厉害 多罗贝斯靠超强的跑动能力 不仅把球拿回来 还做了一个脚活根的传球 非常漂亮 老斯卡在中间 这球立起来 这是以高人胆大 老斯卡回来接 帮助球队来组织过渡一下 大连人现在也不敢太高位的这种逼抢 对 一旦逼抢不成功的话 因为他中场的这种 海港对中场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嗯 特别现在后腰位置上啊 他这个像拉尔森什么的这样的外源 呃 没有在 所以光靠崔明安啊 所以光靠崔明安啊 吴伟啊 要想站住 面对木一 面对奥斯卡 这样的这个攻势的话 其实还是有点费劲 因为现在你看下半场开场之后啊 奥斯卡几次都是 基本上直接找到这个李卡多洛佩斯这个点 嗯 那现在对大连人两个后腰 吴伟啊 还有这个崔明安来说 你要有一个 有一个加强 至少跟中卫要形成一个加强 来限制李卡多洛佩斯回撤 拿球的这种成功率 对 现在两个宽度是李申源 是吧 这边的吕文君 纵深度就是李卡多洛佩斯 他是顶着这个两个中卫在打 中场基本上交给了这个木一 还有奥斯卡 木一 鱼海上来了 鱼海左脚 李文君传在中间 李卡多洛佩斯 啊 我还是觉得大连人这个防守啊 还是有些有些问题 中龙认为这个球应该是李卡多洛佩斯踢出去的 他这个球是向前滚动的 对 再来看一看啊 这球李文君其实传的不错 但是从半镜头显示来看 对 还是没看到 没碰到 吴鱼这个球直接转向球门张冲啊 双拳把球打出来 刚那个球应该是大连人解围的时候 这球踢刺了 这几个替补球员汪靖 一斜孙托嗯 前面在给到前面啊 五位这个球在被李胜龙加强之下 最后李卡多洛佩斯把球给断下来了 所以有两边在观察怎么处理 交给木医 无疑传中奥斯卡 这应该是五尾 即使回防干扰了一个 这下还是挺关键 对 奥斯卡这个跑位 他一开始是想 套到这个左边路 但是这个同壘的位置非常关键 但是他在封堵第一个位置 被封堵住之后 他选择了一个前点 你这个时候五尾 他就这个同壘 他很难 他跟还是不跟 对 就瞬间给他一个两难的选择 一行龙 宇文君 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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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后点并没有人 现在大力人队下半场的十分钟比赛打的呀 就是你看似是四四二这个阵型 是吧 防守阵型也都没有失去位置 也都很好的在自己的位置上 但是他对持球人的这种压迫不够啊 对 就很容易让这个海港队从轻易的在中场来组织进攻 你每一次的这个进攻啊 都没有这种真正的这种对持球人这种干扰 正龙陷入围场 他朋友出了犯规 那边的额 有点问题 对于不用进场啊 就是上抢的时候应该是李胜龙的膝盖顶到了的 同类略修在压迫之下 那只能是凌空大脚的往前踢 同类 这一下同类上得非常快 好球 不错 转过身来 有没有机会 差一点乌龙 顺便把球断了 这种传球失误是很麻烦 奥斯卡过掉一个 然后看能不能顺到罚球区里边 认一球 李生龙在罚球区前边接球以后呢 非常坚决啊 直接向里突破 造成了大连人的防守犯规 山鹏飞在身后有一个小动作 但是这种动作的话 其实也是在这种正常的这种对抗范围之内 对 所以这球 这种位置上给出一个任意球 这是非常有可能造成进球的 特别是以海港球员的这个个人能力的 因为他并没有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 一个冲撞或者是推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这种对抗范围之内 这种对抗范围之内 他将冲钞去了国家队之后 那这三个主力不在 今天呢 换上来的陈薇李生元与海 都各自起到了各自的关键作用 看看这个 最关键的是这样的话 其实海港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的窗口里面 补强的队员 像杜迦哈利克里昂还有受伤没办法参赛的迈斯托罗维奇 其实这些人全都在这样比赛当中没办法上场 另外你看场下我看坐着这个余瑞蔡惠康 所以你就不得不说这支球队本来这个实力板凳厚度已经很强大了 再加上还有合理的补强 确实是中超夺冠的热门人选 李帅嗯 也是应该是有伤 还有王耀鹏 好球 他这个配合机会啊 整龙这个转身 还是没有控制好这种身体的姿态 对 有点有点着急 哎 这是中锋的一个一个特点 对吧 山王欢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回锁 最后这个立足脚有点 有点滑了一下 这是来自大连的球迷 尽管在这场比赛之前呢 呃 大连人俱乐部是取消了俱乐部组织的这个球迷组织 呃 集体到苏州观赛的活动 但是还是有很多大连球迷呢 是购买散票 来到球场 那这是年轻的球队 还需要更多球迷的支持 对 重新回到那种辉煌可能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啊 五一 漂亮找到利卡多罗贝斯 利卡多罗贝斯再向传李胜龙啊 球速稍慢了一点点 这个球停到右脚再去传 即使传过去跟李胜龙也约位了 对 如果选择一脚传球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但是其实通过这样的比赛呢 我觉得也可以让大连队这些年轻人啊 能有更多经验上的这种积累 你可以通过 呃 木一 奥斯卡 他们处理球的这种方式 对吧 这种合理性 让自己能尽快的提升 自己在对抗当中 运用技术 这种能力 无论是在进攻 有球时 还是在无球的防守时 你像这种球的话 不是说不可以给高球 但是你给高球 你让同伴处理起来 这个太困难了 这个球能在地面走 尽量还是在地面走 确实成批量的这个大盘外援呢 在这个赛季从中超确实流失了不少 但是呢 这是一名双刃剑 比赛精彩程度固然是有所下降 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本土的年轻球员 得到了在中超这么一个舞台去锻炼的机会 好球 同类这脚传众球还是头线太高了 小万欢 必须要加强自己的这种 个人能力 尤其是在位置基础上 他的一些处理球的环节 细节方面必须要加强 换人了 朱家旋上 村民安下 今年这个一个是外人回归的时间还不确定 所以说对大连人的年轻权来说 其实真的要珍惜每一分钟的上场时间 中超是这样 你在这个级别的联赛里多踢一分钟 就是收获 但是前提是你得善于学习和总结 大连人的表现就是这些球员脚下拿球啊 处理球有些时候也不错 对吧 而且防守的位置也都在自己的位置上 也都按何赛的要求 因为何赛他有时候训练 我看这就是很基础的一些阵型的一些 他拿着球 移动 然后球员在跟他这个方向 在不停的移动 就是阵型的一个保持 其实这些东西很多时候都不是说 现在何赛他要交给你 对 这些球员 另外有些何赛他想打出一些战术 如果你球员没有技术保障的话 打不出来啊 对 所有的这种战术都是有技术 发挥的这样一个前提 这个球没有享受 然后现在是杨世远 再分到边路 李文君交给奥斯卡 奥斯卡 切进去了 传球 正面防守 偷球攻门球进了 李胜龙 李胜龙 是不是有点越背吧 但是奥斯卡一直瞄了这个点 是吧 第一次没有传中成功 第二次继续 他因为知道这个点 而且奥斯卡这种传球的话 现在就是就有角度 这种斜线传球 就在这个角度上 对 他右脚这么兜过来以后 是非常有准的 如果一旦 越过这个后卫 头顶的话 那他就直接面对球门 那这种传球 现在无论是在中超赛场上 还是在这种 古大联赛上经常会出现 就是在进区脚这个附近 打到小进区脚对斜角线 这球确实是越位 士兵助理裁判 裁判的在出现这种进球之后 他要查看 可能要给他一点时间 当场比赛 士兵助理是带一哥 助理裁判的判法没有问题 哎 他裁判也没有想事 王延峰 戴尼尔森 沐尼尔森 穆依 穆依 但两人把球权拿回来 就是手转弓这一下 大连人如果打不出速度来的话 要想威胁到上岗 是非常困难 这个速度出来了 这是海港 穆依居然还是把球给拿下来了 同样都是在公收转换这一刻 海港的质量明显要比大连人要更强一些 从线路上速度上都有更合理的选择 当然这一切其实是建立在技术上 没有技术 你根本谈不上战术 对 原来这种技术 现在我觉得对大连人来说 它不仅仅是一个进攻当中的这种技术 现在防守当中的这种技术 战术 这个也对于大连人来说 这些球员来说是太重要了 无论是你个人的这种防守战术 刚才我看山欢欢那个球 等到于海拿好球以后 你再去逼抢的话 这个时候已经失去了一个最佳的逼抢时机了 对吧 那么在山欢欢逼抢的同时 小组前辈前几个人怎么去抢 还是刚才李胜龙头球顶尽但是被攀越位的那个球 确实是有半个身位超出 但是李胜龙不顶的话身后的穆依也在那个区 这还是上半场啊 李胜元助攻吕文君打破僵局的那个球 这就是贺怪参与到进攻当中 李胜元坚决的插到对手边后背身后的这个空间 这是奥斯卡打进的那个 你看这个就是在奥斯卡突破无尾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时候崔明安他其实一直是在那向那边移动 但如果他能早一点赶到那个位置 或者是速度能再快点的话 至少能在中路封挡住奥斯卡射门的这种线路 对 因为你一个人现在盯奥斯卡的话 在那个区域实在是确实有点难度 沐依啊也来一脚 沐依在对阵生花的比赛当中呢 是打进了个人本赛季的第一力进球 这四次是手转弓看一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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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下呢 也是在追求效率的过程当中 球送的深一点 或者说戴尼尔森这球多收了一部啊 让李生龙拿不到球 奥斯卡 突然传身后 李卡多 李卡多洛贝斯 面对张冲的出击 李卡多洛贝斯 已经没有太多角度了 奥斯卡这个点 如果不限制住的话 上岗的威胁 还会更多 海港的威胁 而且这个球奥斯卡 其实他一直在等 一直在等 但是他就有全球的脚法 在那一瞬间 他需要转变 于海 这也是有进球能力的 不过前后两个人 已经夹击住了他的位置 又来了 这一圈童类把球防下来 想找郑龙 这一下要吃牌了 这一下要吃牌了 这是 倒是很符合杨世元的性格 郑龙确实就是够球 但是这个动作有点太鲁莽 对 本来这个比赛打得很平静 突然这么一下 你上本场没有黄牌吗 对 这个时候 助理裁判也过来了 视频助理是不是也需要再看一下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肯定是一个亮斜电竞动作 但是这个 奥斯卡呢 这下其实已经遇见了郑龙的这个闪球 所以躲的还非常及时 非常快 对 但是对于郑龙来说 这个动作还是要尽量要避免 对 而这个动作怎么出现的呢 就是大连想要手掌弓变快 同类呢 把球断下来是好的 但是他接下来这个出球 其实让郑龙有点不太好接 没错 郑龙也是着急 但是郑龙老队员嘛 对 出现了错误 赶紧跟奥斯卡道歉 这个还是奥斯卡也明白 刘鹏飞也是因为在刚才的这个对峙当中呢 有违规行为 被出示黄牌 看样子视频助理 裁判还在查看 还在查看 视频助理 就是戴一哥 今天的主裁判是来自浙江的刑期 其实杨世元呢 也是东北人 也是东北人 他应该是去的徐根宝指导的这个足球学校 对 你看现在 所以奥斯卡来说 你看这种情况他非常冷静 嗯 利卡多洛贝斯 这是他的长相 哎呦 这一下也有点冒前 刘鹏飞这一下 对啊 就是他身位其实已经被利卡多洛贝斯吃住了 就他这一下放产啊 利卡多洛贝斯要是上半场 更体能充沛的时候很有可能先吐到球 但是这种球的话 作为善文贵来说 他积累的经验就应该是 当时利卡多洛贝斯他带球的方向 他不是球门的方向 对 他是向底线这个方向 所以这种球的话 你只要站住位置就OK了 跟上他 对 跟着他继续往边路就驱赶他 你这种产球的话 其实非常冒险 你产到了 没有问题 产不到的话 哪里小球 你产不到的话 第一容易是点球 第二 你即使是倒地之后 没有成功的话 让这个利卡多洛贝斯继续进攻的话 那你的防守任务也没有完成 还少了一个人 这些可能回看录像之后 我觉得可能对 大连这些年轻的球员来说 可能都是一种经验的一个积累 关键是你要不停的 在这样的比赛当中 去积累这样的比赛经验 不能说下一次比赛的时候 还出现这样的问题 而且还要不停的 会员 应该是强调的 我可能会想要重複的 这是刚才郑龙那个动作 何赛54岁的西班牙人 球员时代曾经效率过当年的天津太达 所以还是丹尼尔森有威胁 对能脚球定位球还真是有威胁 丹尼尔森前面两个进球一次是点球 还有一次是在脚球当中 最后是把球打进了天津金门虎的球场 他还真是有威胁 来自瑞典的外援 海港的战术是区域结合盯人 比如说这个 同里这两个脚球罚的确实质量还挺高的 来看看奥斯卡 好球啊刚好不越位 李卡托洛贝斯形成单刀了 是不是有点太犹豫了 在思考什么 这个球孙国文回防的非常及时 没有放弃啊没有放弃 对对 不要轻易放弃啊 这个球已经妙道颠毫了 李卡托洛贝斯还在左顾右盼 最后面对门将准备起脚的时候 这个时间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优势 就是优势感太不强了 让自己也放慢速度 但是不得不佩服这个 海港队在游手转弓的过程当中 奥斯卡这个节奏的控制 对 没有耽误一点点进攻的时间 他一直在等 洛贝斯跑出最好的一个位置 机会 李胜龙又抢到点了 但是这一次稍稍高出了一点点 比卡托洛贝斯这球虽然蒸下来了 但是第二多点被控制 好的奥斯卡 你看他拿手转身就走 然后创造出更多的空间和时间 对 现在后防线这个丹尼尔森 去工作太忙了 进攻得去投球 防守还得 补防同伴的这个位置 他的位置感还是不错 对 对 得调人了 必须得调整 嗯 前点被两个人保护出来 木一 海港队 海港队中场优势太明显 对 正龙的这个时候还在不遗余力的在前场拼抢 李长龙 木医 客观 李生元 抱歉啊 正龙把球交给他的一瞬间应该是向前 因为在他身边没有特别近的防守球员对他干扰 所以他还是可以进攻的时候再大胆一点 再冒险一点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到这种进攻当中你的这种提前的观察能够要拿球之后你的进攻的侵略性 这一点是很重要啊 那这个杨志源的这个上抢又给海港赢得了更多的这个时间 大连人换了这名小将感觉还没有完全进入到比赛这个节奏 全只丹尼尔森了 就后背 朱家游呢也是99年出生的球员 又是一种球对吧 对又是一种球 现在就是大进去角到小进去角的一个斜队斜对角的一种残球 威胁性现在越来越大 孙博上场 这样换下山鹏飞 那可能把这个孙博文的位置拉回来 孙博踢到左边路 上鹏飞 可能也确实是没什么体能了 而且他今天这一侧其实压力还是挺大 对 正好把人也就开出来 正好把人也就开出来 成为大脚开球啊 奥斯卡的跑动非常聪明 尽管他没有出道球 但是逼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收获 整龙真是不容易啊 拼到85分钟了 在最前头冲刺的还是他 这比赛就是大铁人在场上这些小将很能拼 对 每球必正每球必跑 每球必正每球必跑 然后呢 在场上真的是玩的命 但是有些时候由于他们的技术能力 还有这种战术配合意识 这个也影响到他们这种发生 就是体能很大部分消耗在这种无谓的 对 无谓的跑动 无谓的拼抢 无谓的传球事务上 让他们体能消耗非常大 所以这一点上对他们来说这种提升的 关键还是个人能力上 这个必须要加强 无论是在有球的时候 还是在无球的时候 你的防守的 这种脚下技术能力 另外在无球的时候 你的防守的 个人的这种战术 战术意识 个人的防守能力 这个必须要加强 如果没有 四一下了 如果没有这种个人能力的提升的话 那你整体组合在一起的话 现在教练员想打出这种战术 打不出来 因为球员完成不了 对 所以体能技术意识 这些都不是单纯存在的 不是单独存在的 他一定是一个整体 旺波岸 这个羞声跃尾了 这羞声跃尾了 阿里克要上了 对这个时候在中场上一个防守型的而且非常能拼的胜利军 非常稳妥的一个抉择 无论是到场的大连球迷还是守在直播前的球迷 对这支球队还是非常期待 毕竟大连足球有过辉煌的阶段 但是现在来看如果说后备人才的储备 奥斯卡由于这个倒三角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啊 给了点球很拼很强 但是最后的效果就是这样 统磊 统磊啊在对国安那场比赛就是两黄变一红 是被罚下的导致他缺席了 在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们看啊 就统磊他当然停这下球处理的很好 也不想把球交给这个球权交给这个海港 但是在这个区域你最保险的踢法是什么 先解围出去 因为对手在你身边有两个球员 随时都可能对你进行加抢反抢 你一旦出现失误的话那就非常危险 所以你踢球的合理就是队员很拼 是吧也很努力 但是你踢球的意识是吧 你踢球的这个这个结果跟方式 并不是特别合理 我一下哈利克上 奥斯卡来出发点球 比赛的第90分钟 他在等待视频助理再查看 这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其实学长这种情况其实是不是对于场上球员 特别主罚球员来说这个心理上是个挺好的事啊 对但这个球其实主栽办当时看得下看得还是挺准的 对啊他看了可能是不是在进区内 对吧 这时候明帝准备可以罚了大门 虽然张崇判断对了方向 但是奥斯卡的 点球 他角度速度巨佳 所以他在进球之后呢 做出了一个庆祝手势摆出了一颗心 他面对的一定是海港球迷的看台 这是一种告白式的庆祝 对 他现在是上岗最 海港队最不可或缺的对 足够叼了 守门员鞭长莫迹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这场比赛当中 你看从开场到到这个最后 其实他心态一直非常稳定 对 即使是可能遇到了对手的这种犯规侵犯 但是他没有任何变化 而是把这个注意力一直集中在比赛当中 这跟他刚来那两年也不太一样 对 那现在确实是曾经沧海南围水 经历过很多场面了 也跟当年的上岗一起拿到过中超的冠军 对 从现在来看就是 从这个海港队的这种比赛 这几年的比赛来看 就是奥斯卡从他个人来说 就是融入到这个球队应该是 合进球队融入程度越来越紧密了 对 同时他自己对这个足球的理解 是吧 对足球比赛这种尊重 也是在比赛当中充分的体现出来 他是真正是带领球队 再向前前进 海港也是换上了差不多一半的年轻人啊 作为场上的这个阵容 他们的年龄甚至比他们对面的这个大连人队的很多球员还要年轻 但今天在虽然更换几名主力 但是今天这个替补出场的球员表现也相当不错 好 孙破 大连人的球迷没有放弃 其实球队也没有放弃 这个就是足球 对大连人来说回去这个阶段练嘛 对 对吧 练嘛 要可提升的空间太多了 我还是同意一句话就是有问题啊 也说明你还是有进步的空间 哎 下半场的一些判法尺度上我觉得裁判今天 哎 比上半场有明显提升 其实都是一样无论是球员裁判是吧 对 包括我们解说也是一样 也都是在希望能有不断的这种提升的过程 好了主裁判刑旗的三升哨响之后呢 这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经过了90分钟的比赛 上海海港队以3比0的比分击败了大连人 这样上海海港呢就来到了11分的积分 并且呢 他们有10个竞胜球 呃 暂时来到了积分榜的第一位 这是16支球队排下来的积分榜来到第一位 而大连人队在经历了这场失败之后 第一阶段这五轮比赛他们一胜 四负虽然输掉了四场比赛 但我相信这五轮比赛打下来 对于他们呃 无论胜负结果的每一个上场的球员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 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 郑龙 确实 老季福利 在这场比赛当中拼进全力的表现 会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奥斯卡也接到了 这应该是俱乐部送给他的礼物吧 哈哈 第一阶段这五轮打下来呢 对于所有的球员来说都不容易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开始了一年特殊的联赛 一个特殊的赛季 那每个人都克服了很多困难 对于国内球员来说 他们经历了非常长时间的东训 长达四个月的一个集中训练 对于很多外员来说 他们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隔离 需要恢复状态 不断的调整心态 奥斯卡举着这个跟他名字一样的小金人 来答谢所有的球迷 现在所有的掌声都是送给海港队八号 欢迎回来全场比赛结束 上海海港是3比0战胜了大连人 我们也看到双方球队的这个实力的阵容 还是有一定差距 不过没有想到是一个3比0 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本场比赛奥斯卡 打进了两立锦球包括这个顶球 下半场梁老师怎么来看双方的一个表现呢 大连人应该说在比分落后的情势之下 也想有所作为 但是有很多时候不是 我的主观意愿可以支配场上局势变化的 那么球队和球员确实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 没有给到比分领先的海港太多的威胁 反正还是海港在主导着进攻 打出了一些更有效率的进攻 这还是上半场比赛 吕文君的那个进球 这个球进完之后呢 当时看丹尼尔森有一个手势 就是要盯人啊 到后面要盯人啊 有些时候就是球员 我们说了大连人这些年轻的球员很努力 对在场上非常拼 是吧包括扇鹏飞在场上对吧 产球啊各个方面 就是你感觉到这支球队 他是他是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意愿 球员但是他个人能力上 对比赛的这种整体的把握上 在个人技术 个人技术环节 看上去 嗯 今天也是这个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 对于这个第二阶段以及这个今年的联赛 有什么期待和目标 打完这场比赛会迎来一个就是小假期 我们也会回到大连再好好的备战一下 和再把一些细节东西再提高一下吧 今天这个现场的大连球迷也是非常的热情 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感谢球迷的球迷们的一直一直以来的支持 非常感谢 感谢苏鲁文 感谢 看到在这样的一个间隙期 其实对于大连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是等待外援的回归 另外一个是国内的本土球员的一个调整状态 幸好在第一轮当中迎来了这个首场的胜利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本场赛后奥斯卡的一个赛后采访 奥斯卡 我们看你手上拿了一个这个定制的奖杯 是吧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奖杯好吗 哈喽 奥斯卡 我刚才看到这场比赛会给你这个赛牌 可不可以给你这个赛牌给你这个赛牌 然后尝试这个赛牌 在中国超级的赛牌 所以他们给了这个赛牌 所以他们也给了这个赛牌 而且赛牌 今天也支持我很多 所以我来到赛牌 我赛牌到赛牌 所以今天是非常特别的日子 今天大家都知道 这个赛前 这个球迷也拿出了T4 是我的100场中超联赛的比赛 这是一个非常激动的时刻 很高兴 这场比赛我也打入了两个进球 那俱乐部 也是感谢俱乐部为我准备了这个奖杯吧 这个奥斯卡的小金人奖杯 非常高兴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今天是你的第一把场比赛 对于你来说 在海港的这个也算是一个里程碑 怎么评价 这几年你在海港的一个时光 今天是你的100场比赛 在我们的团队里 这也是一场比赛 你怎么讨论这五年 这五年 这真是美丽的 这真是美丽的 我从这一直到来 我上次认为 我 clev,我一直在打我最好球 我一直在打我最好球 我只能打我最好球 我一直在打我最好球 我一直在打我最好球 都可以打我最好球 对汉海波斗 为赛来做我最好球 对汉海洛福乐部 这一段五年的经历 对我来说真的是 真的是美妙极了 回想起这么多 这几年的点点滴滴都历历在目 感谢俱乐部 感谢球迷 会继续努力的 接下来因为也要迎来一个月的休赛期 球队应该也会有一个假期 自己怎么安排了接下来的假期时间 后来我们回到上海 我们会有一个假期 如何准备你准备 准备你准备的假期 如何准备你准备的假期 我准备不准备 我只想回到我的家庭 留在我的家庭 太久了 太久了 我只想回到我的家庭 我的家庭 所以我只想留在他们 然后享受我的家庭 享受上海 收尾还是非常的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全场比赛的一个数据情况 这场比赛是上海海港3比0大胜 球13对3 从抢断这个数字来看 显然大连人在下半场 在防守端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专注才行 对 我是觉得第一阶段打完之后 作为奥斯卡这样的球员 回归家庭 是吧 然后可以去调整一下 但是作为大连人这些年轻球员 我的建议是 回去可以修整两天 然后赶快投入到新一轮联赛的这种准备当中 因为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 有这样好的机会 其实应该更应该把握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不是说 每一个年轻球员都有这样上场的时间 一旦外援回归的话 他们可能就要失去这样的机会 所以说现在每一分钟 每一场比赛 甚至每一堂训练课 对这些年轻的球员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大连球迷非常可爱 而在最后也没有放弃 也一直在给自己的这种子弟兵加油 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年轻的球员 能用更好的表现 第二阶段更好的表现 来回报这些现场 还有这个 看我们姐说的这个球迷 我觉得他们才是 大连足球崛起的这种希望 对 他们都为他们去付出 对对对 所以这些球员 其实你肩上 你不仅仅只是提一场比赛 你是代表大连足球 代表一支球队 不能松懈 要在这个备战期 要好好的努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竞猜题的揭晓答案 看看有没有答对呢 第一道题呢 是说进球总数是三例 选择的是B 有这个比较多的球迷答对 第二道题呢 是预测一下本场比赛的赛 上海海港胜选择A 第三道题是下半场第一例进球 是选择的是上海海港 来的时间会比较晚一点啊 这个第三例进球 再来看看第四道题 就是几张黄牌 选择的是B 我们来看看四道题 全部都答对的网友 有几个 起来看一下 多少 我看不清楚 110人 110人 每人的奖金会是 9块09分 也不错啊 也可以 感觉今天的这个中奖率 还是比较高的哈 恭喜我们各位 中奖的球迷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场比赛就告一段落 来看一看 在本轮的最后两场比赛的对阵双方都有谁呢 目前还剩下两场比赛 因为国安跟河北的比赛是延期了 所以剩下的两场比赛呢 是天津金门虎对阵武汉 长城亚太对阵上海生花 金门虎对武汉 有的看啊 于根伟对李肖鹏 亚太现在也没输过球 对 是吧 这个生花好像也没输过球 也没输过 有了一打 对于天津和这个武汉来说 就是谁能够迎来这个赛季的一个 非常很好的一个状态了 本场比赛的直播到这就告一段落 感谢魏老师 感谢许致的精彩解说 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拜拜各位 拜拜 拜拜